从007 这边产现 这个程式直接可以复制到009 009可能相对的是比较复杂 不过重点主要就落在 这上面有一些叙述 主要是large跟small这两个 所以顺便学一下有关large跟small 这两个函数 也就是说第几大、第几小 有点像你不用排序 你也可以把顺序给抓出来 另外的话引用 如果你想要在VBA里面 引用Excel里面的函数的话 因为Excel里面的函数毕竟比较多 250几个 所以你希望把VBA里面的一些函数资源 就是把它往外扩张的话 它其实用整个方法 application点过去方式 使用的方式就我刚刚讲的 所以这边等于是有点像一个范本 你也可以利用这个是两个方法 一个是直接把公式丢到储存格 得到答案之后 得到结果把它放到这边来 另外一个是我用 如果我用这个方法 不用这个方法的话 那我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用application点过去方式 那这两个得到的结果 其实是一样的 那这个上面的方法是先做 把公式丢进来的动作 再去抓那一个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range F2 到处在这里 那这个的话就是一次性的 可是一次性的 它比较困难的地方 就是它公式相对的比较冗长 可是我觉得下面的方法是 好处是简洁啦 上面的方法是比较好 比较接近一般人的 那个习惯的作业方法 OK 先输入某个公式 再取得里面的资料到这里 那这个是直接的 直接就到VBA里面 OK 至于哪个方法 你比较习惯啦 反正将来你可以自己再去选择啦 OK 那上面的方法 应该比较简单一点吧 下面比较不 不过我觉得比较熟练 以后大家就看怎么去使用咯 OK 好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那个下一个范例题 就是有关黑名单筛选的 那这个黑名单筛选特别注意 主要呢就是 如果你希望以后呢 假如是两个或多个范围的资料比较 比如说新的资料就有资料 因为常常问同意说老师我现在知道就是这样 我如果要比较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比较快 当然最笨的方法是用人工去比 然后慢慢去删除或者是做标记 这是最笨的方法 而且这个方法真的你还是容易做 所以眼睛会花嘛 资料一多的话 所以 但是如果你用康义符的话 其实真的非常简单 比如说我们以这一道题来看 他这一道题逻辑非常简单 就是说 第一个公司有个黑名单 比如说哪一些是 假设这个是饭店的资料 然后有一些奥客 他如果要订的话就不要给他订 直接把它筛出来或直接把它踢掉 直接前退他刷退 OK 因为为什么这种人很麻烦 你们应该遇过这种人吧 所以秀才遇到的兵有理说不清 这种一律就不用理会就比较没事 OK 那可是问题你要怎么找出来 对不对 所以如果他订了 他会有email信箱好了 那如果根据email信箱 我怎么知道这个人 他是不是在今天有这个order的记录 对不对 所以黑名单在第二个工作表 查询名单就是假设今天的order的 那个什么呢 那个就是会员的资料就在这里 如果我今天想要把今天的订单 比对黑名单的话 OK 那你要怎么做呢 那不是叫你用什么 先Ctrl C Ctrl F 吗 Ctrl F 然后直接贴到这些Ctrl F Ctrl F Ctrl F 就寻找 Ctrl V 然后寻找看看 有没有 有找到了 表示黑名单 然后就回来 说这个是 是的话是一 不是的话就零 对不对 那你慢慢做啊 都要什么时候下班都做不完 这个动作如果你要连续的 你只需要两个功能 第一个学会Kong If Kong就是算起一个码 If如果它是存在的 所以基本上Kong If跟你要两个东西 第一个你的范围在哪里 就是你要查的范围 第二个条件是你要查的资料在哪里 所以刚好是这个是可以match的 OK哦 那等到你全部查 它可以向下直接就向下填满 全部查完了 然后查完之后 你再把那个是一一的筛选出来 所以可能第二个你还要学会用筛选就好了 所以Kong If加筛选 其实就足够了 新旧字要比对 其实也类似这样 Kong If就好了 一下子马上就OK了 甚至我发现连比写程式还快 所以有时候像那种新旧字要比对 我刚才用Kong If来比一下就好了 我就用Kong If来用 比那个程式来写 有时候还更快 怎么做 OK 首先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Kong If 所以黑名单在这里 查询名单在这里 那我们要先放这个查询名单的B2 插入函数里面的话 请你找到那个 Kong If是在统计类 所以你在统计里面找Kong If Kong If在这里 OK 那你会发现Kong If 一样会有Kong If S 有没有 Kong If S都多条件 另外的话还有什么Kong Kong If算数字有几个 Kong If A是 算储存格里面非储存格的 非空白的 那如果算空白的话呢 就Kong If Blank 有没有 所以相关东西 这个还蛮 这几个都还蛮常用到的 Kong If是算储存格里面是数字的 Kong If A是有资料的 Kong If Blank是没资料的 OK Kong If If是 就是范围里面的条件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第一个 然后会问你几个问题 第一个Range Range是你要找黑名单 黑名单在哪里 在这里 然后它的范围在哪里呢 哇 很长一串 对不对 所以从A2 一直想向下 所以建议你不要用那个比较笨的方法 还是油标放这里 然后向下拖拉 因为总共两万多 哇 你要拉到什么时候 然后下个都还没到 OK 所以建议你不要用这个方法 用什么方法 一定要记那个快速键 什么快速键 先切到黑名单之后 然后油标先放起始的位置 然后再按什么 Ctrl Shift 向下 这样就OK了 好像大家会吧 Ctrl Shift 向下 就自动帮你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OK 这个一定要会的 如果不会的话 说真的 你这个资料 尤其这个比较这么多 你怎么等到下面 等很久的 而且都过头了 另外的话呢 我跟各位讲 以后如果遇到这种跨工作表的大范围 我建议你干脆把它定一个名称 你不要用什么 用这种跨工作表的大范围 因为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很容易选错 第二个的话呢 它将来你向下填满 还要锁 锁位置 锁那个A2的2 跟那个2万2千 有没有 后面这个要锁 所以很麻烦 我比较建议 你干脆呢 把黑名单这个范围 直接给一个名称 不过 交配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第一名称就是这样 第一个先选范围 第二个 请你在上面的名称方块打名称就好了 所以如果你要定义那个黑名单的话 一 游标放在A2 二 Ctrl 需不向下 反正呢 逻辑很简单 先把范围选起来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 在左上角的名称方块 给他一个名称 叫黑名单 OK 以后反正就这样做了 当然还有更快的方法 如果我觉得 那个更快的方法 将来我们再讲 反正先不要用太复杂的方法 你只要记得 选范围 给名称 这样子的话 以后呢 这个范围 就叫黑名单 那如果你要存取这个名称的话 很简单 你就用F3就可以了 所以一 我们先用最近使用过的康尼符 二的话按F3 黑名单就出来了 OK 所以特别舒适 以后的话 这样我是觉得 用这个方法比较OK 因为第一个感觉比较流畅 第二个名称也 比较能够理解 第三个不用锁定 还有第四个优点 以后如果你用名称 配合VBA输出公式的话 你的公式 一个字都不用改 就直接可以执行了 有没有 之前我们是贴公式到那个双以后里面的话 还要再确定说里面有没有双以后 有的话要取代掉 然后第二个是里面i 有i的话要把它取代 如果你用名称的话 刚刚这两个方法都不需要 直接把公式贴上去 就可以执行VBA了 所以还有衍生性蛮多优点的 再来的话 这个也比较像 使用资料库的概念 就是关联式资料库 这个比较像关联 关联到那个表格 然后把那个表格的资料带过来 OK 那criteria找什么 找这个 它如果是1的话呢 1的话在资料里面就是true true就是有找到 那向下填满 当然你可以全部找完了 也就是如果1的话表示有找到 0的话表示没找到 所以你可以再做一件事 把游标放B1 做资料的筛选 筛选的话这个箭头 你只要留下什么 留下1的 表示是你要找的按确定 然后剩下来就是把游标放A1 ctrl去个向下 就是你要的嘛 因为你筛选完之后 那个0的部分就自动隐藏 你选不到 那你现在选到的 只会选到1的部分 那你把它ctrlc 再把它贴到查询结果里面 贴上 就大功告成了 OK 我应该可以快很多吧 我觉得这个 康义我真的还蛮方便 最后记得把那个筛选取消掉 把它恢复回来 这样子就OK了 所以以后的话你要查资料 就是可以用这个方法 马上查出来 所以总共的话有27个 27个那个黑名单里面有找到的 又快又顺畅 而且这个我觉得甚至有时候比写程式还来得更快 只是说如果将来你希望怎么样 老师我以后最好是前面资料更新 后面一个按钮按下去就自动更新 马上全部查完 那会更好 所以其实你甚至可以把刚刚的步骤 全部再写成VBA 然后按个按键 全部OK了 至于怎么做 我们先把刚刚的部分先完成 然后待会再来看好了 OK 这样来工作感觉还蛮愉快的 对不对 而且以后效率整个大大提升了 重点回顾 记得请你把黑名单这个A2C2向下 选完之后给一个名称 以后如果你要定义名称的话 请你用这个方法 定义名称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我发现很多人不会定义名称 以色列用这么久 不会用定义名称 表示你应该 不要说你会用以色列 OK 我觉得 真的有些功能 真的你需要用 你需要 但是你却不知道 OK 那真的好像你真的不算是会 因为等于你冲击量 就是你只是用他的皮毛而已 OK 当然这东西最后在哪里 公式里面有一个名称管理人 他在这里 你可以修改 你可以删除 名称管理人 OK 然后再来就是按F3 这个地方 康义服里面 这边如果你要调用那个 黑名单按F3 所以以后的话 你可以先把很多范围定义好 然后以后按F3 然后这个范围就调过来 OK 我发现很多人 都不会用这个 然后 那公司都乱七八糟的 然后有些有锁 有些没锁 然后有一些 自己也找不到自己 资料在哪里 然后好混乱 对不对 所以当然很容易都做错了 但如果你是个清单的话 而且名称都是有意义的话 应该比较不会有这种问题发生 OK 然后找什么 找这个 按确定 最后的话 再用筛选 把资料筛出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OK 所以利用这个方法的话 可以快速的把不同范围资料 做个比对 它其实就等于是 帮你把那个资料 全部比对过一遍 有它就是一 没有就是零 OK 所以这样子等于是 每一笔全部都比完了 当然你可以写程式这样比 如果发现 自己写VPA程式来比 有时候甚至没有 Carnival的快 所以如果没有 那不如你干脆用Carnival来做 反而省力 省时又快速 对 程式也比较简单 千万不要为它写程式而写程式 然后把程式写得好像很复杂 效率一点不高 那当然又不是好方法 OK 所以试一下 把那个黑名单筛选部分 试试看